不只是寺院 同时也是一所学校 这是美国北卡佛光山 以前是接待了一群 从小是在美国长大的台二代 透过一系列的课程 带领着他们来认识佛教 还有台湾的文化 跟着法师迈开步伐 学习禅修 还拿起毛笔 抄写经文 沉淀身心 这一天 富人磨砂海外青少年文化大使协会 洛丽分会 来到美国北卡佛光山 进行文化训练 防护课程 由分会老师 吸手北卡佛光山 住持 满谱法师共同设计 要带领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台二代 认识佛教 认识台湾文化 任何位是美国 总和报道